《中国通史》是由 《装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赞助播出 《装饰中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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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長城以外出現第一座商業中心叫呼和浩特 在蒙古語的意思是清晰的城 明朝也開放海禁令准許在粵港一地通商 今集海疆與護士 維俄座位的長城在明朝北部邊疆的山村之間韋爾盆船 自景泰二年到嘉靖年間 前後經過十八次重新加修 明長城東起鴨陸江西道嘉瑜關 綿延一萬四千六百多公里 防禦來自北方的蒙古騎兵 與此同時 另一道長城在明朝的東南海岸線上遠然而行 到明朝中期 在北起遼寧甘州灣南至廣西欽州灣的海岸線上 明朝政府建立起以沿海軍事位所為主 以巡檢師、宅信、風火台為副的海防體系 通過他們 明政府救足在一道同場鐵壁關的海上長城 抵禦來自東南沿海日翼槍決的海上倭寇 一南一北的壓力 對明朝政府構成了極大威脅 在十六世紀中國沿海 有一個由中國走私商人、倭寇和葡萄牙人 自行開闢的所謂國際自由貿易港 記錄在西方史料中 公元1540年 曾經訪問過這個港口的葡萄牙商人 門德斯平托 在他的遠遊記中這樣描述當年的場景 港口由兩個小島構成 島上的人口三千 其中葡萄牙人有一千二百 比印度任何一個葡萄牙人的居留地都更壯觀富裕 除了平托的遠遊記外 同時代的外國著作中 也記錄了他的繁盛景象 這個在外國人之間明操一時的港口 叫做雙聚港 但在中國的歷史典籍中 就很少提到雙聚港這個海上貿易中心 小幼的零星描述 和國外資料的農墨重彩也大相敬庭 趙彥海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員 他查閱了大量的名史書籍 很少看到對雙聚港繁盛的 北京的舺艙沒有居留在新潮的尺寸 但在明朝抗窩將領的眼中 情況就不相同 這個島嶼的位置比較特殊 因為它差不多是在海洋邊緣的地帶 所以是海洋勢力進入中國的一個跳板 據學者考證 雙序港的位置 在今日周山市的六橫島附近 現在任何跟倭寇大盤營 和海上貿易中心相關的歷史印跡 都已經找不到 只是中外史料大雙徑庭的描述 哪一種說法才是對的呢? 是相信來自西方的聚術 雙序是一個國際自由貿易港 還是信賴出自明代官方的文獻 雙序是個倭寇大盤營呢? 又或者是認為雙序港是扮演著這個雙序的角色呢? 明朝建立初期 正值日本南北朝內戰 混戰中 日本的失職武士和破產農民 紛紛流過海上 武裝侵擾中國沿海 另一方面 沿沒割居江南沿海周圓的張士成和方國鎮 被朱元璋擊敗後 余報亡命海上 為了防範倭寇侵擾 和昔日割居政權的殘餘勢力死灰復燃 明朝政府迫不得已 濟起了嚴厲的海禁大旗 為防止沿海民眾私通倭寇 作為洪武四年 朱元璋就正式宣布 嚴禁林海百姓獅子出海 之後又多次重申禁令 所謂串板片凡不許下海 在明朝周邊的東南亞各國 亦只能通過朝供的方式 內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 這個標誌著 海禁作為明朝的一項基本國策 正式確立 洪武十九年 明政府強行將周山居民三萬多人 幾乎全部搬到內地 只留下少部份平民和守軍留守 周山群島自此幾乎成為了無人之境 相對說 自然都成為了一個海禁無人島 過多地去責備 因為這個國家安全問題 我們今天也都知道 就是說這個 比如說現在的這個馬六甲 這個海桃問題 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對一個國家安全 確實是有很大的危險的隱患 是 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 終究定不過漫長的海岸線 寂寞的雙聚島 漸漸迎來了人煙 安土重遷的百姓 時時刻刻思念著故鄉 沒多久 很多人違反禁令 重遷洗地 偷偷跑回島上 部分被遷的島民後裔 跟隨秦海、抗窩的軍隊陸續回遷 與此同時 內地的一些漁戶、商戶為了生計 來到這裡生產作業 他們的到來 令到雙聚港恢復了生計 這個時候的世界 正是發生著天翻地覆的變化 推動著雙聚港的潮起、潮落 航海業的發展和西方人的到來 極大地推動了海上貿易的發展 地大脈搏的中國 正式成為一個巨大的產品供應者和市場 在明朝政府不斷強化海禁政策的同時 葡萄牙人的船隊 正在沒多遠的海域中遊蕩 尋找在東方一個又一個的落腳點 1522年 麥志倫船隊已經完成了環球航行 在這個之前 葡萄牙商人到達廣州 但因為沒有朝貢貿易的文書嵌合 被明朝政府逐出 被逐出廣州的葡萄牙人 載著滿船的香料 從中國海岸一路北上 試圖尋找貿易機會和落腳點 打開中國的市場大門 在靠近寧波的地方 葡萄牙人發現了雙聚港 荔枝所在,民不畏死 葡萄牙商人隨即和當地的海商一拍即合 沿海走私貿易 蓬蓬勃勃興盛在來 促成了一個國際自由貿易港口的誕生 葡萄牙商人 門德斯平托 這樣描述當年的場景 港口有海岸訴處 最宜博州 房屋千多棟 有兩所醫院 一座仁慈堂 在整個亞洲 他的雞毛也是最多的 當時上一島非常非常地繁盛 船隻大概有一千多隻 而且規模都非常大 他的人口也相當相當地多 而且成分比較複雜 語言也各種各樣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比較共同的目標 就是說在這裡進行一種貿易 相對說繁盛的自由貿易 直接衝擊明朝的海禁政策 引起了明朝政府的不安 相對來說 主張開放海外貿易的有色之士 始終是少數 保守派的觀點佔了上風 墨許奸民招引外國疑人 在相聚港日益壯大 成為了一個海上貿易天堂 這個模擬是明政府不願意看到的 亦是和明朝沿襲已久的海禁政策相違背 對於明朝政府來說 需要的是穩定 而不是民間不受約束的發展 於是 風暴即將降臨相聚港 加靜二十七年 一個風雨昏黑 海霧微慢的夜晚 相聚港的人還在沉睡著 他們並不知道危險正在跳跳降臨 明朝政府擇成提督捷民軍務 兼巡虎浙江右副都與市朱元 目必要盡早倒位相聚港 朱元的艦隊將港口團團包圍 翌日的凌晨 港內的走私商人紛紛逃逃 明軍乘勝追殺 呼斬 淹死的人有幾百個 朱元還下令 用木石觸塞通往相聚港的南北水道 令到船者沒有辦法入港 而這個時候 從外揚而來的商船 正在日夜兼程 駛向這個國際貿易基地 他們不知道雙聚港早已灰飛煙滅 自4月7日 雙聚港被攻破 到5月10日 一個月內 先後到達的各國雙船 竟然達到一千二百九十幾艘 但這個時候的雙聚港已經是一片廢墟 雙聚港的覆滅 並沒有被這次掃蕩行動的指揮者帶來榮譽 負責捷 折敏海防的朱元 出身盡視 屬於鐵碗海禁牌 發誓要將倭寇 從明朝的領海縮稱 當平雙聚港後 朱元又揮屍入門 追擊倭寇 福建走馬卡一戰中 朱元將俘虜的九十六名 違反海禁政策的中國商人 全部斬首 朱元的克國寡恩 斷了一些普通民族的生計 更加斷了豪門世俗的財路 引起了民間 和部分朝廷人士的極大反彈 敏捷等地出身的官員 例如與史陳九德等人 彈劾朱元專權濫殺 沒多久朱元被隔職 朱元不願意接受即將到來的審訊和侮辱 複獨自殺 因為其實走私貿易是 很多就福建浙江沿海的 那個世家大族 他們支持的 因為他們從中獲利了 所以朱元實行嚴格的 那個進窩的那種政策之後 等於是他們的財路會受到影響 這次的相聚港 從此退出世界貿易舞台 徹底輪為一個海禁無人島 而這個時候在遠離海洋的中國北方 長城以外 一座新興的城市即將興起 他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 這一座城市的低造者 將會和呼和浩特一樣名垂清史 這個人就是蒙古土蜜特部首領 艷達韓 艷達韓是蒙古著名的中興之主 達賢韓的孫 他承襲了祖父和父親的基業 統領土蜜特部 住宅在河濤東北部地區 並在1539年 從蒙古大韓那裡 得到了索多韓的封號 嘉靖十三年四月 年僅28歲的艷達 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 來到長城邊塞 向明朝求供 因為共識是一體的 他把供物帶進來的時候 他已經開始沿途會有交易了 到了北京之後 向皇帝朝廷繳拿貢品之後 他剩餘的東西 還可以在京城進行交易 艷達韓所處的土蜜村 屬於漠南中西部地區 當時集中了近十萬人口 幾乎到達了飽和狀態 而粗放單一的油木經濟 根本無力支撐 當時蒙古各部 要想得到漢地的物資和糧食 只有兩種途徑 一是共識貿易的和平方式 另一種就是入賽努力 對他們來說 朝攻和打仗 既然都是獲取物資的手段 哪一種成本低而收穫高 自然就會採用哪一種方式 艷達韓向明朝伸出了橄欖枝 希望用和平的方式進行雙邊貿易 但是他等到的 並不是來自明政府的熱烈回應 明朝取代的元朝而建立的 而蒙古貴族他們是主動從元大都 退到草原上去的 他們的這種政權的延續性 還是時隱時限的保持著一個連續性的 對於這麼一個北元政權的存在 明朝政府一直視它為最大的敵人 明朝從元朝統治者身邊奪得政權 對於退回塞北草原的蒙古貴族 時刻保持警惕 儘管不少朝廷大臣深知其中的厲害 主張和艷達韓通共 但是嘉靖皇帝就不贊同 在了解皇帝的真實想法之後 大臣會以後說 蒙古人的請貢是不可信的 可能是一種換兵之計 要趁機侵擾邊疆 因此 最好是大義凜然地予以回絕 這樣他們的奸謀也會自然破產 至於護士 明朝軍臣更加會認為 堂堂天朝和邊臣護士 是官理導致有損大國威嚴 不符合傳統的朝公貿易制度 更加重要的是 在朝廷大臣看來 護士會造成土墨特報座大 削弱了明朝對蒙古各部的控制 於是 和艷達韓同齡的嘉靖皇帝 非但不准通共 斷然拒絕了艷達韓的要求 而且 在嘉靖二十一年 還下令將他派來請求通共的 和艷達韓是捷石天著處死 艷達韓求供不成 只好回歸努力的老奴 明朝的孫府 大同 延衰 寧夏等邊陣 因為距離艷達韓的統治区近 經常受到侵擾 缺乏正常的和平物資交換環境 戰爭就成為了由牧民族 掠取農業物資的重要手段 之後的十幾年 艷達韓一直用和平和戰爭兩種手段 不斷要求和明朝通共護士 他之所以不肯放棄和明朝和平護士的機會 是因為有很多後顧之憂 北有驍勇飄悍的鴨梁哈人 東有以宗主大韓自居的賊哈爾部 西北是和東蒙古有世仇的元瓦辣諸部 他們時時刻刻基於絕土麥特的土地 這些威脅令到艷達韓如亡翅在輩 所以每次蒙古騎兵深入的民境 努力一番之後很快就北徹 他亦希望借助和明朝通共護士 所得的經濟利益 青紅草原諸部 就是這樣 明朝和蒙古的戰爭斷斷續續 打打停停 嚴踏韓的裘供之路漫長而曲折 為了應對蒙古騎兵的騷擾 明朝政府不斷交顧長城 明代的長城大部分是鑽石的結構 為黃河以西都是坑土長城 即使用坑土建成 據說每買的造價約為一兩百銀 可以想像 萬里長城的修建 又要耗費多少人力和百銀 為了阻止蒙古人南下 明朝花費了大量軍費和物資 而嚴踏韓為了生計 或者打通陸上絲綢之路 這個更加宏大的目標 就不惜犧牲人口和馬匹 不斷侵擾明朝邊賽 雙方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這個僵局是蒙古最不願意看到的 如果僵持下去 嚴踏韓的土蜜特部 將會在內耗中崩潰 他決定逼明朝就範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 在多次求貢不成和騷擾蒙古之後 嚴踏韓大舉入侵明朝 他親自率領大軍 越宣府走繼州 入古北口 為順義長驅直入 直逼京師 蒙古軍隊在京師一帶大肆侵略 努力的目的 無非是要迫使明朝政府 答應通關護士 他故意向明政府釋放一個資訊 與我閉通我共即解圍 蒙古軍進逼北京的事件震動驚成 這是土木堡之變以來 蒙古第二次進泛到北京 面對強大的軍事壓力 嘉靖皇帝深切認識到 再不開關護士 可能會帶來連連戰爭的後果 就暫時同意了 驗踏韓的護士要求 夏靖30年4月28日 驗踏韓期待已久的馬遭 終於在大同開市 之後明朝又在宣府開放馬市 並制定了在延衰靈下開放馬市的計劃 雜史上一片長和 驗踏韓似乎看到了光明的景象 和平的曙光降臨在北方地平線上 多年來的貿易禁制一旦開放 明蒙貿易出現了井噴現象 這令明政府有點措手不及 由於馬匹只是德蒙古貴族先有 普通的牧民只是有牛羊 驗踏韓請求擴大以馬逆白的範圍 以滿足一般牧民的需要 他向明朝政府提出 請求允許以牛羊 羊毛 瘦皮膠液縮豆米麥等糧食 這個要求對雙方和邊境安定都有積極意義 但就遭到明朝政府的拒絕 這下明朝皇帝就不敢了 他說我答應你用馬來交換我的產品 這已經是對你非常寬容了 你又提出進一步的要求 你不是貪得無厭嗎 同時 馬斯還受到逃離到蒙古的 漢人頭目的破壞 他們害怕開放貿易 會影響自己在蒙古部落的地位 於是就疏禧艷答韓一步下 再次侵犯明朝邊塞 焰答韓未能及時約束步下 以至於馬斯衰行 而搶掠的現象仍是有發生 本來對護士就敷顯了事的明朝政府 一看到邊境風吹草動 立即藉口蒙古黑請無焰 而且護士之後仍然繼續犯邊為由 匆匆關閉了護士之門 皇帝嚴令 再又請開馬士姐斬 馬士姐維持了一年 即告破產 猶如譚花一現 和平之光再次為戰爭的陰雲吞沒 長城完善又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戰爭 嚴答韓不斷入侵明朝邊塞 明朝政府就繼續加固長城 又一輪的惡性循環重新開始 面對著單一落後的草原經濟 嚴答韓認識到戰爭不足以解決蒙古民族的生存問題 與其低聲下氣和明朝進行時斷時速的護士 倒不如建設自己的農業基地來得穩妥 嚴答韓決定自力更生 在草原上開闢土地大力發展農耕 隨著大量漢人的遷入 農耕逐漸發展起來 漠南地區呈現出農木雜游 蒙漢一體的局面 换除農耕的發展 形成了一個個的定居村落 一種定居點被稱為板星 對板星的經營是驗踏韓一生的事業基石 嘉靖、農慶年間、板星收獲的糧食 已經可以基本滿足 莫南西部廣大蒙古木人的生活需求 板星農業成為了蒙古油木經濟的重要補充 對於嚴踏韓來說 意義不僅如此 板星還是它能夠大體上維持莫南西部的統一 東銅拆哈爾增紅 西向青海瓦拉擴張的強大物質基礎 嚴踏韓還將他的眼光聚焦到西部 他準備實施一個更宏偉的計劃 這就是重新打通絲綢之路 構建歐亞內陸的貿易渠道 營造一個由東蒙古控制的中亞自由貿易區 十六世紀中期 嚴踏韓武力平定了青海湖地區 他的夢想並不是為了掠斷 而是為了連通內陸的商業網絡 由此往西就是絲綢之路上的一個重鎮 烏茲別克的布哈拉 再往西 恆臨旅海的哈薩克斯坦 黑海的伊斯坦布爾 地中海的威尼斯 大西洋東岸的里斯本 一個個國際貿易中心都應承認 十六世紀的世界 無論是陸路還是海洋 都在期盼著全球花時代的到來 在廣貿無際的大海上 葡萄牙、荷蘭的商船 正是源源不斷地駛向亞洲 相聚港的覆面 也不會改變他們的航向 只是被亞洲另外一個 國際自由貿易港得意崛起 他就是日本平戶 其實 將平戶打造成一個 國際自由貿易港的 並不是日本人 而是一個中國人 非洲海商王直 王直 或者叫做汪直 他是海上走私貿易的經營者 和調停者 他的勢力遍及日本及東南亞 王直一直想做合法的生意 但由於明朝政府 勵行海禁政策 剿滅相聚港 只能夠狗集余報 亡命日本 這直接促成了國際自由貿易港口 轉移到日本 令日本海外貿易飛速發展 各國商船都聚集在平戶 由於頻繁出入平戶最多的 就是中國商船 王直都逐漸成為了 日本和中國海上走私貿易的 關鍵性人物 根本問題是明代中期之後 商品經濟只要發展 它就一定要構建最為龐大的市場 最廉價的勞動力 最廣泛的原材料 以及最龐大的市場 那麼這樣三個因素 是商人追求利潤的一個保證 那麼明代中期商品經濟發展起來之後 國內的這些商人 再加上這個時期就是西方的一些 探險家或者貿易行家 也就是由這個時期 他們的近代經濟 也一定要開始快速地發展起來了 他們也需要中國這麼一個龐大的市場 和原材料的一個供應地 王直的掘起 引起了明政府的注意 因為它的行為 衝擊著明朝的海禁政策 王直的揮州老鄉 浙江秦岸御史胡宗憲 是明朝政府內部的開明派 他對倭寇的性質有更深的認識 決定招撫並用 著手招撫王直 王直就始終想獲得明朝政府的承認 成為一個合法的海商 這個注定了他的悲劇 胡宗憲派遣兩位使者 去日本面見王直 答應他的通商護士要求 旅居海外多年的王直 無法抵抗 成為一個合法海商的誘惑 最終踏上了回國的征途 王直的船隊抵達 周山審港後沒多久 被胡宗憲成功誘惑 在送往杭州後 王直就被浙江秦岸御史 王本故投入監獄 圍繞著王直的命運 明政府內部響起了兩種聲音 海禁派認為保留王直的性命 意味著墨海開放海外貿易 和祖宗成法不合 開明派認為 處死王直必將會引起倭寇的全面反彈 請求赦免王直 開明派和海禁派的較量 以海禁派勝利告終 在被羈押兩年之後 王直被判處死刑 這是珍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的 明朝畫家 崇英所畫的抗窩圖卷 描繪的是嘉靖年間 浙江沿海軍民抗擊倭寇侵擾的情節 王直入獄之後 原來的武裝走私集團失去了約束 東南沿海秩序大亂 胡宗憲只好全力為剿 居住在台州的任君峰 多年來心目中最崇拜的歷史人物 就是斥繼光 他一直試圖破解斥繼光鴛鴦陣法的奧備 當年的斥繼光 為了剿滅海盜 提高軍隊的戰鬥力 組建了一支新軍 他親自到浙江移屋 招募農民和礦工三千人 組成了天下文明的斥家軍 鴛鴦陣法 成為了黑敵制性的法寶 大舉殲滅了來犯倭寇 當來這個政法 它有許多創新之處 也有一些發明 最基本好像是從我們這個 長山這個蛇政上演變而來 演變而來 是它最大的一個特點 也就是一個優點 就是一個首尾能夠呼應 不至於就是有頭無尾 不至於就是有頭無尾 徹底肅稱進泛台州的倭寇 史稱台州之節 倭寇位置如虎 串入福建、廣東沿海 嘉靖四十一年至四十三年 斥繼光由率兵增援福建和廣東 掃清了東南沿海的倭寇 但是 戰爭根本無法解決問題 例行海禁的明政府 難以走出自己設計的鴛鴦陣 看來好像平靜的海面下 湧動著無數鴦陵 倭寇呢 它如果只是日本人的話 進絕起來就比較容易 實行海禁啊 或者就可以了 但是呢 由於倭寇它的主體的力量 其實是中國的 這樣一個走私的勢力 而且這種走私的勢力 它具有很強的這樣一個海外市場 然後所以說呢 這個進絕倭倭寇的話 完全用這種政治或者說軍事的 這樣強硬的手段 是沒有辦法進絕的 南方沿海局勢好轉的時候 北方長城沿線 也都出現了轉機 從嘉靖四十五年 至龍慶元年 艷答韓統治下的板聲地區 遭到連連栽放 再放令到艷答韓一籌莫展 板聲農業的協收和物資的跪伐 即將拖垮蒙古油木民族的脆弱經濟 面對著這個困境 是繼續以戰爭手段努力物資 還是下定決心和明朝達成和爾 取得農業物資的穩定供應呢 艷答韓面臨著兩難的抉擇 在內蒙古社科院 珍藏著一本 明朝時期的蒙文文獻 裡面記錄了一段 非常戲劇性的故事 正當艷答韓舉旗不定的時候 他特別喜歡的孫 把漢那吉因為家庭矛盾 在龍慶四年率妻子和奴博投奔明朝 這令到六十四歲的艷答韓心急如焚 但他想不到把漢那吉的逃亡 反而幫他解開了心裡的死結 這個時候 嘉誠皇帝已經過世 在位的龍慶皇帝任命高拱 張居正為內閣大學士 他們決定放回艷答韓的孫 把漢那吉 借機跟他講和 進行護士貿易 結束明夢之間幾十年的紛爭 明朝方面 以民視中的去世 暮中的商談 明朝執政集團的變化 張居正 高拱張居正 徐傑 王從古他們執政 這從明朝方面就有意要緩和這些 從蒙古方面來說 安大學經過多年戰爭 並沒有達到目的 而且本身內部的矛盾爆發 所以 以巴薩奈來投降為導火線 雙方接觸 最後就達成了公司 龍慶五年五月 在大同德聖堡邊外的梁馬台 廣接王為難將 艷答韓接受了明朝皇帝封的 俊義王稱號 其弟 子和局部頭目 都授以都督 指揮 千戶等官 艷答韓宣佈了十三條和平條款 表示明夢世世友好 永不相反 史稱龍慶和義 沒多久 雙方又商定了東起宣佛 西至甘肅的十一處護士市場 和平護士為草原帶來了新的生機 不過65歲的艷答韓並不滿足 他還要在板升的基礎上 獻了一座永久的城市 要為子孫後代 打了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草原根據地 他就是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在蒙宇裡 意思即是清晰的城 這座城市 比照內地城市的格局建造 用青磚收起城牆 房屋上福以青瓦 遠遠望過一片清晰 萬曼歷三年 呼和浩特城正式建成 對於呼和浩特的建成 明朝政府可以說是五味集塵 原有的壓制策略反而刺激了蒙古的壯大 但是信應時代的發展已經成為必然 明王朝應驗踏韓之請 為這座城市刺名歸法 呼和浩特 從此成為明蒙貿易中心 和莫南蒙古地區的政治文化中心 和中亞貿易網絡連接起來 成為世界貿易格局的一個重鎮 以前我們說北方的商業中心 其實都在長城以內 而現在商業的貿易地點 已經推進到蒙古草原這個地方去 這樣的話 蒙古草原和中亞地區 還有和明朝 還有和北方的沙漠這些地帶 然後它這個經濟來往更加密切 所以說整個蒙古草原 也成了一個經濟交往 文化來往的這樣一個核心地帶 隨著東南沿海的逐步寧靜 寧靜也都開始反思 長期以來的海禁政策 嘉靖大摩扣的現實 令明朝政府痛苦地認識到 扣和傷同樣都是人 市通則扣轉為傷 市禁則相轉為扣 要徹底平息窩患 政府必須反思 必須直面現實 作出政策調整 龍慶元年 鑑於日益緊張的財政危機 和海禁政策的失敗 明朝政府終於同意放寬禁令 選擇在走私貿易最為猖獗的福建 准許開放越港一地對外通商 某種意義上說 開放海禁是嘉靖時期海商集團 反海禁鬥爭的結果 從此 民間私人海外貿易 獲得了合法地位 海盜紛紛解隔為商 對外貿易迅速發展 福建張州的越港 成為了重要的通商港口 百姓生活得到明顯改善 國家的財政收入也都極大增加 閉關索國是不好 但走私貿易也不好 對於走私商人 包括跟他有關係的倭客 他有他的合理需求的意願 但他不是積極的 最好的方式是 就是有序的開放 不過明政府的開放海禁 只是有限的解禁 規定指通東西二揚 不得前往日本 從出海船隻到貿易路程 從出海時間到貿易貨物 政府都有嚴格的限制 明朝政府走似一個裹腳的女人 走走停停 反反覆覆 步你盤山地走在鄉間小路上 但無論是皇帝 一個是高官大利 完全不知道 一個由西方新興國家主導的 全球化大潮已經出現 這個時候 裝載著佛朗機炮的葡萄牙雙船 繼續在海上遊役 荷蘭帆船 航行到南洋群島 接著就佔據了澎湖 台灣 英國 擊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 成為新的海上霸主 東印度公司的商船 暢遊在這個大航海時代 明代的長城和海岸線 曾經走似兩道緊箍咒 緊緊困住明朝人的手腳 現在 我們有更大的勇氣和氣魄 打開國門 融入世界 他們一側成為我們民族精神的象徵 一側成為我們民族復興的海上生命線 引領和激勵中國崛起 公元1572年6月16日早朝 太監捧出一道聖旨 內閣首父高拱 以為驅逐司禮監太監馮寶的趙子 不料就是自己被貶為樹民 在這場權力爭奪戰裡 燒到最後的是張居正 他和馮寶結成聯盟取代高拱 勞固控制政權十年這麼久 大都復苦地進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但反對張居正的聲浪 也由此開始 五年之後 張居正的父親去世 為了不斷推行改革 他默許皇帝下召 被他繼續擔任官職 嫌洗回家復喪三年 這種做法被稱為奪情 是完全背離了儒家理論 震動朝野 官員紛紛冒死彈劾 最終張居正採取了嚴酷的手段回擊 成功留下 但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世 大家對這位著名改革家的品行評價 都大打折扣 其中清官海瑞的八字 評語最為典型 功於謀國 絕於謀生 下一集 將居正改革 提供の押扣 明天真是無所謂的 明天真是無所謂的 或是承認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